喔 喔這個肉明顯有比那個浮盛亭大快喔 今天我們外送要吃的是 聖火店的便當 耶 一般來說是不會特地叫那一種 餐廳類的便當 因為通常你去現場吃還比較划算 之前已經因為很想吃豬排點了 浮盛亭的便當 那浮盛亭其實基本上大家都說是CP值很高 然後這次就是點點看聖火店的便當不知道會是什麼樣子 然後送來了 因為它是開在星光山源裡面的 然後我媽一拿到就說怎麼會是這麼豪華的便當 然後我把他打開了 現在已經一點多要兩點了好餓喔 不曉得大家吃豬排喜歡吃哪一家呢 我們先來看裡面有什麼 他會給你一罐茶 日式玄米茶聖火店的 他說什麼 新鮮現泡 建議四小時 茶之外他還會再給你 一碗湯 然後是什麼湯呢 等一下來看看 然後我自己又額外加點了一個茶碗蒸 所以這個是茶碗蒸的部分 喔 他給了一個這個應該是豬排醬吧 再來就是便當粉體啦 我之前拿浮盛亭的時候它其實是分兩個紙盒 所以你就會覺得看起來好像很豐盛 但是其實有一個紙盒是裝高麗菜絲 然後跟一點點薑菜 然後上面都是薑 那種便當三格 一格放那個高麗菜絲的沙拉醬 一個放那個豬排醬 然後一個放那種甜點 他給的甜點就是那種 果凍 對 然後你就會覺得 哇有兩盒好豐盛 但其實沒有 有一盒就是 都在放醬了 聖火店基本上就只有給你了 好香喔豬排味 對 聖火店 我其實很久之前去吃過 很多人都說很好吃 但是我就覺得 就還好 但是比起來的話 如果價錢 我會選吃福聖體 這個就是他的便當 那我們來打開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我是選 李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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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有豬排跟雞排的部分 就是兩個部位 然後飯 然後高麗菜絲 跟這個蘿蔔 還有這個痘痘 不錯耶 它其實醬只有給豬排醬 所以它是說豬排醬也可以順便沾高麗菜絲這樣 那浮盛亭的部分是它會 給高麗菜絲的醬跟豬排醬這樣 但是它豬排醬對來說 看起來是有比五色丁還大塊 我們現在把豬排醬倒進去 我真的快餓死了 肚子一直在講 先吃飯好了 歐巴刀就要耶 飯不用特別講什麼 反正台灣的米亞 日本的米亞 亞洲的米都蠻好吃的 阿那就是 福盛亭的話它上面會是領那種海苔甜甜的 然後它的話就是領芝麻的 菜絲高麗菜絲吧 它高麗菜絲沒有給很多 因為如果是福盛亭的話它是一個便當這樣子的 真的 高麗菜絲的米亞 我真的去餐廳裡面就是會喜歡吃 一直去它的高麗菜絲 嗯 嗯 它的醬也不錯耶 你那種酸酸的 也是偏酸酸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上次聖伯店已經是很久一段時間 最近放棄它的味道 有點甜甜酸酸的還不錯耶 可是高麗菜絲真的太少耶 你看我才吃兩口已經快沒了 吃不過癮 那我的醬還有一堆 嗯好好吃喔 我才加這麼一點點耶 要吃完了 Sauce 吃它的豆豆 就是那種甜甜的豆豆 再來是蘿蔔 嗯 它蘿蔔不會痠欸 沒有什麼特別的調味還滿清爽的 我喜歡吃的 因為我不喜歡 那種醃漬物 味道太重了 嗯 不錯欸 蠻意外的 这个小的水 放入锅中间 放入锅中间 炒香 放入锅中间 黄酒 放入锅中间 放入锅中间 炒香 炒香 他還會給一顆小白錢 我其實不太敢吃蕃茄這個東西 就是特定的煮法我才會去吃蕃茄 反正就是很奇怪的癖好的 像如果是大蕃茄 如果你把茄片加焗烤的話 就是像博物館那種buffet上面會有的 我就會吃很多 然後你叫我吃一整顆大蕃茄我不敢 然後如果你是蕃茄切片 夾在沙米紙裡面我也可以吃 小蕃茄基本上我都不會吃他 除非像這種一個便當他才能給你一顆 那我就會勉強把它吃下去 要不然的話正常我不會去吃小蕃茄 那蕃茄醬也都不太膨 吃薯條我也不太在蕃茄醬 但是蕃茄的那種湯啊 國外很喜歡用蕃茄做料理內的湯 我就也蠻喜歡吃的也會吃得多 反正就是很奇怪 挑準 蘿蔔真的很不錯耶 因為我喜歡吃這種 清甜的感覺 一般來說都是你蘿蔔咬下去會有很濃的那種酸味 就是連日霧嘛 然後我不太喜歡那種味道 大家一定在說要不要來吃肉 好吧我們來吃肉 我們先吃雞好了 豬排重點換後面 雞的話是這幾塊 這三塊 看得到嗎 你吃這個好了 其實它已經送來一陣子了 我才開始吃 有可能它一開始熱熱的 會比較juicy吧 所以我看到它表面上有一點 汁跑出來 但是吃起來也不會乾啊 你看 好吃很ok 像豬排醬應該蠻好吃的吧 我來 加一下醬看看 倒一點醬 好不錯耶 它的豬排醬就是它的獨家吧 就是會有甜甜然後短酸酸的那種感覺 嗯 不錯喔 因為它基本上是那種 比較雞胸的部分 所以其實 會 它其實已經倒沒有那麼乾了 但是還是會有一點 單調 嗯 在醬之後就會覺得很好吃喔 嗯 我其實不知道聖伯店的便當這麼好吃 可是我去它店內吃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一般 還好 好的 高麗泰絲配這個醬還是比較絕配 比配那個肉還絕配 好想去高麗泰絲喔 差一點 好大家等待很久的豬 它的豬是離脊嘛 所以它其實有一點油脂的分布耶 其實它的部位 我拿中間這一塊給你們看好了 你看它靠近邊邊的地方是 比較肥的地方 嗯 它當著醬 豬肉很好吃耶 嗯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我那時候 喝酒之前去吃聖伯爹覺得還好 可是它的肉其實 沒有很好吃 來沾一下看看 嗯 我覺得雞贏了他們家的豬耶 怎麼回事啊 因為它的豬排其實有點偏乾耶 肉沒有那麼軟 有些人可能會控訴 主要它又不是要內肉什麼的 就是它的肉質本來就是這樣 之類的 但是 他們家的肉有點太絲了 嗯 他們家的豬肉 天啊 嗯 地雷竟然是他們家的豬肉耶 傻眼 嗯 烤伊泰斯很好吃喔 烤伊泰斯成了這個便當最好吃的東西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我之前去吃好像對它的印象沒有說好 特別好 因為它的豬肉 嗯我還是比較喜歡吃乎這點的豬排 可能我本身沒有吃那種昂貴食物的麵包 遮嘴 我們先暫緩一下吃它其他東西 我們先來喝看看它的日式雪米茶 其實我覺得它整個便當的不錯的地方就是它有酥的綠茶 浮盛體的部分它就是只有給你湯而已 但是它有另外給甜點 就是你就摺一看你喜歡怎樣的形式啊 可是兩個便當其實聖伯店比福森林貴了一百多塊 對啊 就比較 如果你是小隻的話 比較不把算 嗯 嗯 就是 雪米茶的味道 對啊就是你去那一種 微轉壽司然後喝的冰的雪米茶味道 就是 就是 我喜歡喝綠茶的人自然就會覺得 就很不錯這樣 我應該來看一下 我加點的茶碗蒸吧 這樣很像蛋塔欸 加點茶碗蒸 然後再加40塊 這個皮 我覺得它還蠻小的 它直接蒸在那個這個碗上面 這樣 裡面有什麼料呢 好好好 好好好 40塊有什麼料呢 來看一下 第一個是香菇 來個挖一下給大家看 我蛋挖得很醜 就這一種苦苦苦料 它的蒸蛋是有加 感覺有加醬 進去蒸的蛋 所以它那個味道比較濃 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雞肉 沒了 沒了 好像基本上就這樣子欸 我到現在目前為止吃到最好的就是茶碗蒸 還是那個壽司蘭的茶碗蒸 可是它的茶碗蒸其實要80塊 但是它的料 就還蠻多的 然後聖伯爵它加蒸蛋就是 味道會比較 濃啊 因為它有加醬油進去 就不是一般的那種淡淡的蒸 那我其實平常就蠻喜歡吃蒸蛋 很快就解決了 因為它噴量很少 我本來以為它是 一個像Seven那種 已經固定的產品你知道嗎 那只要把它加熱就好 可是它這個看起來好像就是 就是你跟它法療幫你去去去 這一個包包 完食了 啊 然後還有最後一項東西就是它的湯 還沒看它的湯是什麼 對阿就味噌湯 味噌湯那就是除了豆腐 還有就是這種 很像雞腿菇的 豆皮 還不錯耶 蠻淡的 我不喜歡吃太濃的味噌湯 會覺得那個 味噌比較多的感覺 它它蠻順的 也不會有沙沙的口感 結果這樣吃下來我覺得它 最大的缺點竟然就是它的豬排了 嗨嗨 真的太詭異 我覺得等一下便當還沒解決 幸福的高麗菜吃最後一口 嗯 嗯 我覺得它們家的肉要加醬 不然我偏材 我之前吃福聖廷的時候 是它們豬排醬我都沒有開 嗯 它們肉是不會柴 可是 像鄭博店它裝成這樣 我就覺得很不錯啊 你也不會沾手 然後也蠻好道的 然後像一般給你這樣 不是會是那種有濕的那種 你就會沾得滿熟 然後 明次就要用完 不然就是 很麻煩啦 放在旁邊它也會溜出來 它 更難一點 因為很寒愛 現在是可以選得就是 對 你怎麼做 你怎麼沒找到 喝喝 其實我覺得這個豆豆起了一個很好的作用 就是 你看吃中間有點乾有點無聊的時候 多了一個甜味還不錯 這個部位就比較中和 就是肥跟瘦各半 吃起來就比較剛好 這個是豬排的最後一塊 直接碗吃 最後還有豬排 豬排 你夠喔 它這個醬還蠻夠欸 你看加碗還有 大概大概半瓶 我真的覺得雞排配這個醬比較合欸 把皮掛了 最後一口飯跟豆豆 最後一口飯跟豆豆 嗯 好以上就是聖母伯店外送便當的開箱 這支影片就供大家參考囉 喜歡這支影片要幫我按個喜歡 追蹤我的IG跟粉絲專頁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謝謝 請 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